对我们姊妹主内平安 大家这周一有没有关注一个数据 10月19号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 第三季度中国GDP的增长数据 4.9% 实际同比增长 剔除掉通货膨胀的数据之后 我们中国在第三个季度 经济增长达到4.9% 在全球疫情第二波新冠疫情 兴起的时候 中国已经成为第一个走出经济阴霾的国家 那9月份我跟王兴在海南拍12的最后一集 那在拍摄过程当中 我们顺道去干嘛了 免税店 去逛了一下 考察了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现场有多么的热闹 大家能看得见这张图片吗 看到是Gucci对不对 但底上一看 海南三亚国际免税店内游客爆满 记者试探有多达20分钟的结账排队 45分钟的入店排队 厉害吗 不只是Gucci还有卡迪亚 各大知名奢侈品牌门口排起了长龙 当经济发展到今天 其实我们发现我们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正在一天一天变得越来越好 对吗 我们生活看起来也一天比一天体面 是不是 但我们生活的压力却是越来越大 我们内心的焦虑感越来越大 我们的生活其实正在被高度内卷 最近网络上有个名词叫内卷 内在的内 头发大波浪卷起来的卷 大家有听过这个词吗 网红名词 网络红词最近 内卷化最先是被用在人类学的学术用词 那最近这个内卷化已经被放化到政治生活各个领域了 什么叫内卷化 就是一个人类学家 他名字叫相标 当今很红的一个相标 这个人类学家 他说内卷化在今天的语境下指的是一个陀罗式的死循环 我们不断的抽打我们自己 让自己就这么空转 它是一个高度动态的陷阱 所以非常的消耗我们内在的能量 内卷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没有分化 全国14亿人民都认准一个目标 为同一个唯一的目标活着 这同一个目标你知道是什么吗 哇你们比人类学家更加直接 更加一针见学 上标是这么讲的 他说就是要多赚钱 买一百多平米的房子 要买车一定要成家 一定的年龄做一定的事情 这个线是整个社会已经帮我们划定好的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人今天的生活已经是高度统一化的 如果你今天在职场很不高兴 你说我就去要去开一家郎州拉面馆了 你会不好意思去做 因为当你从职场上去开一家这样的羊肉拉面的时候 意味着你的道德缺陷意味着你的失败 因为你已经不是白骨精的白领骨干精英了 而是你只是一家小店的老板而已 店小二而已 所以他就说我们的所有的生活已经变得千篇一律 所有人 因为我们的生活目标很单一 这就是从人类学家的内卷化到什么 我们的生活其实已经高度内卷 高度内卷什么 大家连买奢侈品牌都差不多买同样的那几个大牌子 那还奢侈吗 那都一样 其实你买奢侈品就意味着那是大众消费品而已 对吗 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新冠疫情到今天为止 已经全球已经有113万人死亡了 这么多人死去 我们有没有因为这个疫情 对我们的人生的生活方式进行反思呢 我们有没有思考我们这一辈子来到世界上 为什么要活着呢 掉拨疫情在欧洲其实已经卷土重来了 虽然我们中国人暂时已经摆脱了这样的疫情的困扰 但我们是否还记得曾经今年2月份3月份被禁足的那段日子 如果死神就在今夜来临的话 假如今天是你所生活的最后一天的话 你想你还会像以前那样活着吗 你是否还记得疫情期间所倒下的那些平凡英雄 你是否还记得那第一位吹哨人 你是否还能想得起他的名字 李文亮在疫情期间 他早就知道了这个病毒的严重性 而且他以满怀爱心关心 去跟周遭的医生朋友说 你们要引起注意 这个病毒非常严重 他因为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真话 最后他被惩戒 最后他自己也感染了病毒 抢救无效死亡 不到一年的时间 我们是否已经忘记了这个人 那李文亮逝世的那一个晚上 是2月6号 一个令全国人民心寒的夜晚 大家在朋友圈其实等消息 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 那天晚上 他死了又活了 活了又死了 如果在朋友圈上 如果你有关注这个动态的话 你应该能够注意到这个细节 这个真假错乱的消息 比李文亮他死的本身 来得更令人心痛跟心寒 这是对一个人的极大的不尊重 所以那天晚上李文亮死的时候 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他也是个弟兄 一个媒体人 也是我的朋友 他在微信公众号上 很快他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 他说李文亮你是率先成熟的种子 所以死亡率先扑向了你 所以今天我就借用这个题目来讲 我们在使徒时代所遇到的斯提凡 这个人物 他也是提前成熟的种子 所以死亡率先扑向了他 那在李文亮逝世之后 那我在我的微信公众 公众号做的是什么 我不煽情 也不动情 我非常理性地用两本书 一个是记忆的治疗者 一个叫记忆的力量 我希望在这个时代提醒人 不要忘记历史 不要忘记我们所犯下的错 非常理性地告诉大家 我们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 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 非常严厉的严酷的一个事实 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经文 回到《使徒行传》里面 那七个被选出来的童宫里面 有一个人的名字叫斯提凡 他也是率先成熟的那个果子 所以死亡也最先扑向了他 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 《使徒行传》的六章八节到七章的五十三节 上一次我讲过使徒时代 然后已经超过万人规模的一个教会 因为里面有说希腊化的人 不满意当时教会在饭食上进行分配 所以他们就选出了七个被圣灵充满 有智慧有能力的这样的人来管理 智慧充足的人被圣灵有好名声 那这三点 那于是选出这七个人之后 圣经当中说神的道又兴旺了起来 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与日俱增 但是好景不长 耶路撒冷的信仰氛围马上就紧张起来了 路加就用浓墨仲彩记录了 这七个被选出来的当中的唯一一个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斯提凡 斯提凡他既可以煮内 管理得了饭食 他又可以煮外 他在外面在民间行了很多的神迹歧视 同时如果刚才曾明弟兄帮我们读了 这将近十分钟的演讲 说明他是一个可以做先知传道的人 所以他样样精干 我在申姐家 他们家有专门马大 他烧完菜以后 跟我们一起团契的时候 有时候经常从他嘴里冒出一两句 非常灵性 达到高光的那样的句子 能够造就很多弟兄姊妹 我们迦南团契中的弟兄姊妹 你不可以只是会做饭食 你做饭食你还要会讲到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 好吗 大家也都可以去孙姐家蹭蹭饭 可以听听那个马大 我们当中的马大 他怎么在团契当中经常说出一些刻骨铭心的话的 斯提凡的意思 它是个冠冕的意思 我们可以想象 斯提凡的父母给他取名字时候 当时对这个小孩子抱着怎么样的一个期许 他是肯定希望将来有一天 这个儿子能够怎么样 取得辉煌的成就 可以戴上那个冠冕 对吗 就像中国人讲的 古人讲的要光宗耀祖 但事实上 斯提凡是第一个戴上殉道者冠冕的人 他为主耶稣做了其荣耀的见证 斯提凡用智慧跟圣灵讲话 他与从各地来的这些犹太人辩论 他为那完全的义者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去辩护 众人抵挡不住他的智慧 以及他说话的那种能力 那为了博导斯提凡 这些拒绝拿撒勒人耶稣 就是弥赛亚的犹太人 怎么样想出了怪招 直到今天 无论是你在职场 还是在政治场上 名利场上都会用的就是什么 陷害人 就是找人做假见证 所以有人就诬告他说 斯提凡说亵渎摩西和神的话 那他们就动用群众的力量 煽动百姓把斯提凡捉拿到工会 我们来看一下工会是怎么样子的 犹太工会 犹太工会其实拥有犹太法庭 其他法庭所没有的权利 他可以审判国王 扩张圣殿和耶路撒冷的边界 他也是最终规定所有法律条规的部门 那犹太工会是犹太人处理民事和教会事务的最高法庭 从祭司文士长老当中选出71个人 包括一名大法官 一名副大法官和其他69名成员 他们在开会的时候 这71名成员就做成这个半圆形的样子 中间的那个位置 你看到啊 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位置就是大祭司 坐在那里 然后中间站着一个人 斯提凡当时就是站在这样的位置 他们进行对变 那两边这些人就听着他们到底在辩论什么 我们知道耶稣也是这样受审的对吗 当时坐在这个那个最高位置上的这个是谁 本丢毕拉多 所以这个大法官通常就是大祭司 大祭司坐在那个上面去审判所有的人 所以斯提凡并不是第一个接受这样审判的人 早在耶稣他已经遭遇过了 斯提凡当时对变的时候 这71个人就这样定睛地看着他 但这些人不是睁眼瞎哦 对吗 他诬告他们 但依然他可以从斯提凡的脸上 看见了圣徒荣耀的光芒 那大祭司这时候就开口说话了 在使徒行传的七章一节 他说这些事果然有吗 控告他两点 这些事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两点 第一说他侮辱摩西的律法 第二点控告斯提凡什么 控告他践踏圣殿 那这样的控告并非子虚乌有 他听起来好像是真的 因为耶稣也曾经说过 我拆毁这殿三日要见其他 对不对 那你听起来是不是 耶稣就是在拆毁圣殿 所以这样的误告并非子虚乌有 他听起来好像是很真的 事实上他是假的 因为他是在恶意截取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正因为如此 所以这样的控告通常令人防不胜防 若全然讲他会不攻自破的 但若全然真 就不可能有斯提凡辩驳的机会了 所以这样的控告是很难对付的 但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有口莫辩 但事实上并不是跟我们有关的那样的控告 我们来看斯提凡他是怎么做的 斯提凡他当时并没有直接回答大祭司说 这是果然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并没有这样做 从头到尾 曾明弟兄刚才帮我们念了十分钟的讲章里面 他没有为自己辩护过一句话 他是有理有据了发表一篇演讲 那在这个演讲里面 他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 他指责了所有这些控告他的犹太人 他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入手 他向这些工会的人叙述了以色列民族在埃及遭受的奴隶史 他在旷野所经历的苦难时 到大卫蒙神的悦纳之后 得神的应许 神允许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为他建造圣殿 直到耶稣基督为止 斯提凡指出 在这样漫漫长河的以色列民历史当中 以色列民你千百次得罪上帝 你在旷野兴系埃及 敬拜金牛毒替代真神 你拜自己手所造的偶像 你也拜日月星辰 你竟然背弃耶和华这位独一的真神 不仅如此 你们还屡次在耶路撒冷杀害我的先知 斯提凡的话厉害吗 你控告我 我不回答你 但我要更严重地控告你这个民族 你这些抵抗拒绝拿撒勒人耶稣的这些犹太人 我告诉你 你的罪全部在你的历史当中 显出了你们的斑斑劣迹 所以斯提凡 犹太人指控他说 乌鲁摩西律法 践踏神的殿 他在最后说 你们这些硬着景象的人 心于耳未受割离的人那 时常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 你们也怎样 先知中有哪一个不是受你们祖宗的迫害呢 他们把预先宣告那议者要来的人杀了 如今你们成了那议者的出卖者和凶手了 你们领受了天使所传部的律法 尽不遵守 你一个宣称自己遵守摩西律法的人 但最后斯提凡要告诉你 你根本就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 犹太人死守了生理上的割离 却没有受灵性上的割离 于是他听不到圣灵的声音 就成了抗拒圣灵的人 他们遵行了摩西律法的形式 却不遵守摩西律法的实质 就如今天很多基督徒也一样 他死守我们基督教的教义 他对教义的这种认识跟执着 取代了对神的认识 以及对弟兄姊妹的这种爱 所以用教义代替真理 你的生命就会显得很干瘪 你的生命就会失去弹性 你一出来永远都是你脑子里面 所谓的那些dogma的东西 你来论断审判别人 到底有没有做错跟做对 所以犹太人 法利塞人今天依然在我们基督徒当中 并不是我们就不是犹太人了 我们并没有比他们高级 我们要自信 耶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最大的其实第一条诫命 第二条也是如此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就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了 听到了吗 耶稣作为一个犹太人 他是摩西律法的传承者 他同时是摩西律法的改革者跟更新者 他来不是为废掉律法 他是为了更好的成全律法 直到他自己把生命献上 完全兑现了这个律法的意 所以他在这里说 这两条先知于律法书的总纲 爱神跟爱人如己 你们做到了吗 如果你们连这两条都没做到 你跟我调什么底下的摩西律法的法律 那些规章 那些条款呢 完全不成立 所以司提凡于这些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犹太人 就对驳公堂 在刚才的这个公会里面 拿撒勒人耶稣也曾经这样被对待过 公开审判过 就被这样一群愚昧无知 却认为自己有所知的这些人 认为自己无所不知的人所杀害 世界与耶稣基督征战 但五旬节之后 耶稣说我的灵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同时你们在耶路撒冷 使徒已经建立了他的教会群体 教会依然继续耶稣基督所做的功 所以耶稣怎么样被审判 当司提凡出现的时候 司提凡像耶稣一样去活的时候 他同样面临耶稣一样的下场 所以教会 今天我们有没有继承耶稣 有没有真正跟随效法耶稣 看我们跟世俗文化 跟世界当中的张力 我们有没有活出来 我们有没有成为这个时代当中 中流砥柱的那些基督徒 所以司提凡他代表着耶稣 代表着教会与这个世界争战 他最后如耶稣一般死去 但他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胜利 是在世俗的这些人 对耶稣的审判当中的再一次的胜利 司提凡虽然死了 但他荣耀了我们耶稣基督的名 从此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受逼迫了 基督徒在耶路撒冷就开始四散开来 殉道者的血如同火焰般 继续燃烧着跟随他的人 燃烧着爱主的这些教会 他们继续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管床 这同时也应验了耶稣所说的话 他说你们要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即使不信也要因我所做的工作 信我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工作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些更大的 因为我要到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全 为了使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 无论向我求什么我必成全 所以祷告蒙印前提是什么 为了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今天有没有信心 我们今天不是说 我得医治了 我内心得救赎了 不是 我们今天的信心是 我们有没有信心 在这个时代当中 做比耶稣基督更大的事 这才是真正的信心 因为耶稣这些话 在约翰福音里面 都已经讲过了 所以我们平时的信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小心 那第二 我们来看 斯提凡怎么回应这些犹太人 指责他践踏了神的殿 斯提凡告诉犹太人 以及现场会众的 现场所有的听众 从以色列历史 民族历史来看 这位神是掌管 以色列历史的上帝 他切入以色列民的历史 他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 透过大卫的口 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能为我造怎样的殿语呢 哪里是我 安歇的地方呢 这一切是我手所造的 这一切都存在了 我所看过的是困苦淋漓痛悔 因我语言而占经的人 神创造宇宙万物 连圣殿人都是他所造的 这样的殿 岂能容纳得下他呢 但他看过的是谁呢 看过的是困苦淋漓痛悔 因他话语而战战兢兢的人 但这些审判他的这七十一位人 有因他的话语战战兢兢吗 完全没有 所以眼前的这批犹太人是硬着景象 所以耶和华当然不会在他们手所建的圣殿里面 表面上看他们貌似在维护圣殿 有没有 这些犹太人 口口声声说 我在维护神的家 维护摩西的律法 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亵渎神 斯提凡的说辞天起来很犀利 很严厉 好像是在践踏圣殿 但事实上斯提凡是把敬畏耶和华摆在第一位 你只有敬畏神 有神 你才会有圣殿 否则你的圣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 所以斯提凡在这一批反对福音 反对承认犹太人 这个拿撒热人耶稣是弥赛亚的这些犹太人 他在反对他们 告诉他们上帝其实真的就是不住在圣殿里 你们说他住在圣殿里 他就不住在圣殿里 但哪一天你说他不住在圣殿里 神有可能又住在圣殿里了 神不是被你们这一群人的话语所控制的 也不是靠你们这些人的审判所审判的 所以他强烈谴责这些审判他的犹太同胞 拒绝那议者耶稣 而耶稣的来临早已经通过众先知预言过了 并且借着这些众先知已经宣告 借着这位要来临的弥赛亚 上帝的国将要展开全新的秩序 这个世序不是之前的 一切都要重新更新了 所以这是犹太人在内部的信仰的一个根本的分歧 绝大部分的犹太人不信这位拿撒勒人耶稣 就是他们所期盼的弥赛亚 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真正的福音 所以斯提凡指出一个非常残忍的现实事实 就是说一个宣称遵行摩西律法的民族 竟然不断杀害自摩西以来的众先知 包括众先知所预言所指向的那终极的一位 就是弥赛亚拿撒勒人耶稣 他们都是上帝派来维护摩西律法 更新摩西律法 成全摩西律法的人 但他们遭到了这些维护摩西律法的人的迫害 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维护摩西律法的犹太人 成了践踏摩西律法的那位实作俑者 所以许多时候基督徒我们都是义正言辞 我们打着主的教导 主的旗号说我们在传福音 但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没有传承福音 我们反倒成为了福音的绊脚石 在耶稣时代有很多假冒为善的法利塞人 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假冒为善的基督徒 我们要自行 我们是不是那个假冒为善的基督徒 所以犹太人厌弃耶稣 耶稣当面对他们说 先知除了在本乡和自己的家之外 没有不被尊重的 所以先知要怎么样 先知要去得远远的 先知但凡在周遭自己的家乡人群当中 他一定是会被这些人掩埋掉 甚至被他们轻视灭视掉 所以耶稣一直在走动 他也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少次想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但是你们不愿意 看吧 你们的家要被荒废成为荒芜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你们绝不会再见到我 直到你们说 奋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耶路撒冷的下场 就如耶稣自己所预言的那样 成为荒场 教会被打散 最后你看靠着外邦人的使徒 保罗将福音传到了那些亚西亚的各个地方 也正如耶稣所预言 斯提凡最终的命运 就如他所说的 被石头打死 那些说斯提凡错的犹太人 却在世界上好好的活着 这种状况 直到今天依然还是存在 说真话的人 有时候你必须要为说真话付出沉重的一个代价 比如李文亮 如果你是李文亮 你处在他的位置 你会选择说真话吗 你会把实情说出来吗 斯提凡通过始祖亚伯拉罕 约瑟 先知摩西 君王大卫 所罗门等重要历史人物 勾连起了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 从而来唤醒犹太人对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记忆 他告诉这些犹太人 我的同胞啊 你们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我们来时的路 不要忘记你们在历史当中所犯下的错误 为何记忆回顾历史对于一个人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如此重要 第四点我要来谈谈历史的意义 就如我在开篇我所讲的 发了两篇跟记忆有关的书 推荐了两本书 那其中一本就是卢云写的记忆的治疗者 卢云说 忘记我们的罪恶甚至比犯下它更严重 因为被遗忘的无法得到医治 而那未得医治的很容易成为更大罪恶的根源 切除过去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切除历史 就瘫痪了我们的未来 将邪恶抛出脑后 邪恶便迎面而来 所以遗忘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我们多少次我们就像那个陀螺一样 我们无法走出那个死循环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真结 多少次我们想针对我们生命的破口 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有所改变 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心灶人 但是你不知不觉下一次环境再临到的时候 你又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 有吗 就是因为你每一次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过去 你都没有在自己身上扎傻一针 告诉自己从今以后不可以再犯这样的错了 你没有这样的决心 你对你自己所犯过的错 你生命的破口根本就没有引起你自己的重视 所以你可以一如既往一次 一而再再而三可以犯同样的错误 所以一个人也好 一个民族也好 甚至一个国家也好 其实过去现在与未来它是紧密相连的 忘记历史的人必定重蹈覆辙 这句话的正面意思解释的话 其实就是说只有记住历史的人 我们才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了解历史越多 我们就可以减少重蹈覆辙的可能性 所以以色列民族你若记得你自己敬拜偶像 你如果记得自己多次被辱 如果你记得自己杀害先知的斑斑劣迹 你就不会一次一次的重蹈覆辙 鲁莽地杀死自己的弥赛亚 所以斯提凡以历史陈述的方式 就是向犹太公会的人成名以色列人的过去 现在未来 这个未来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而展开的 展新的未来 是一个新天新地 所以以色列民的过去 是他们深刻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 如果他去面对他的历史的话 认清自己是谁 那未来就是我们要走向的那个弥赛亚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回应的 所采取的行动 也就是回应将来那个新天新地 借着耶稣基督复活的盼望 能够把我们带上那个掌心的未来 所以现在他介于过去与未来 这两者张力之间 也只有现在他具有创造力 因为你当下如何做选择 如何行动将决定着你的未来 所以如果我们把过去现在 这样子来理解 我们以现在为中心的话 那现在就是过去的未来 对吗 我们在过去看 我们现在就是他的未来 我们今天走到这一步 是我们过去所行的决定的 那现在将会是什么 未来的过去 所以我们未来要怎么样 我们要反过来看 我们从未来 中末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 那个时间点出发 我们要来倒回来看 如果他第二次终点到的是那样子的 那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活 来回应他的第二次再来呢 我们怎么能够在当下的每一个时刻 做出最符合神心意的选择呢 因为你只有做好了选择 你才能够采取行动 你才能够有生命可谈 要不然一切都是空谈 所以司提凡这篇辩护词 以始为鉴 他提醒犹太人 回顾过去 不要再犯历史性错误 你也别再伤害自己的先知了 转向弥赛亚所展开的新天新地 在他复活的盼望里面 激活我们的现在 做出每一个合神心意的选择 并用行动来荣耀他的名 司提凡在宣讲这一篇 十来分钟的讲章之后 宣讲完以后 死神就扑向了他 所以死亡率先扑向这些 生命成熟的果子 之前我们读了潘霍华的团契生活 他也是生命提前成熟 三十九岁就被神接走了 这句话 死亡率先扑向成熟的果子 原话是出自俄罗斯的摇滚教父 叫维科多崔 如果你去查俄罗斯的音乐历史 没有哪个人的影响力 能够比得上崔了 他很早就预言过自己的命运 他说我们是率先成熟的果子 死神也率先扑向我们 他还说过另外一个 惊天地气鬼神的话 他说如果所有的人都在睡觉 那会有谁去唱歌呢 另外一位耶稣会会士 曾经是 也是复旦大学的创办人 马向伯 马向伯也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是一条狗 叫了一百年 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作为基督徒的你 在这样的世俗化的时代里面 你觉得你醒了吗 斯蒂凡在千军一发之时 他勇敢地选择 说出真理 他是那颗率先成熟的果子 我们要记住他 要记住他所成熟的 这段以色列明的历史 主耶稣在每一个时代 都呼召 像斯蒂凡一样的门徒 叫醒那些沉睡的犹太人 他也叫醒一切 沉睡中的基督徒 来跟随他 来为他而活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神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 借着斯蒂凡的这篇演讲 以及他的生命 跟我们说话 主我们真的 离你所要的那个生命的样式 还很遥远 很遥远 但祈求你能够不要放弃我们 用你不离不弃的爱来吸引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点燃 来真正来为你而活 让你成为我们生活的全部 生命的全部 而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也不是让我们的生活 来影响我们怎么样信仰 而是让我们的信仰 怎么样来塑造我们的生活 主祈求你能够在我们的群体当中 护照更多的人 愿意过以你为中心的生活 在这个时代当中做见证